哈喽小伙伴们,今天继续来看黑袍纠察队第一季的故事 上期说到了黑袍小队在超感侠的帮助下 读取了亚洲妹的记忆,揭开了其绅士之谜 但是超感侠转头就把他们的信息出卖给了祖国人 火热头由于长期使用五号化合物 副作用是越来越明显 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心脏出现了异常 古密度严重下降,如果继续随时就有可能丧命了 他的新歌提议暂时暂停各种商业秀 把精力放到基础训练上来,不要老依赖那些玩意儿 然而火车头是个贪慕虚荣的人 如果不能保持高水平的成绩 目前所有的荣华富贵都会消失 就在这个时候接到了祖国人的集合通知 祖国人先表达了对这段时间队员们工作懈怠的不满 随后透露了隐形人死亡的事儿,展示了凶手 也就是我们的男主修一的照片 在场的星光大吃一惊 前几天他们刚刚滚了床单,确立了恋爱关系 这是个又怂又弱鸡的普通男人 怎么可能杀死隐形人呢 阿祖冷冷一笑,这还不止 他还参与了勒索抄赶侠,橡胶人和魔爪女 干的事多得很 直到阿祖解释完,火车头才想起了原因 这下星光也终于明白自己被利用了 的确是他帮男主见到了橡胶人 又曝光了性骚扰的事件,让七人组之一的深海被发配凝固他 很像是故意搞垮超级英雄七人组的同谋 阿祖甚至当场要处死 幸好关键时刻,梅夫女王站了出来 他心里清楚,星光为人单纯 不过是个恋爱佬,被人利用罢了 对于梅夫这个前女友,祖国人还是给面子的 暂时散会 不过黑袍纠察队的主星古成员 屠夫的照片并没有现场展示出来 因为阿祖一眼就认出来 他是贝卡的丈夫 这关乎自己的性丑闻,绝不能公众于众 而阿祖也确实不知道贝卡的下落 也很好奇 以为是沃特集团出手灭了口 会后向副总裁询问此事 对方言辞闪烁,显然有所隐瞒 阿祖只好去找退休多连 曾负责培育他的研究员鲍博士 一见面,博士就喊出阿祖的原名 叫约翰 表示很后悔 当年将他从父母身边带走 放在实验室里像个小白鼠一样培养 以至于形成了残忍、暴溺、一意孤行的性格 或许是出于累疚 博士道出了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八年前,在贝卡失踪之后的一个月 副总裁找到了他 言语中提到了贝卡似乎怀了祖国人的孩子 甚至可以透过肚皮 看到里面胎儿发出的红光 显然就是亲生的 后来贝卡与沃特集团签订了保密协议 等待秘密分娩 没想到预产期还没到 婴儿就撕破子宫,破肚而出 而贝卡因失血过度死亡 婴儿也只活了十秒 也夭折了 得知这个消息 阿祖百感交集 一直以来都以为自己是个实验品 没有繁育能力 他也确实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孩子 以弥补自己缺失的童年 博士深感抱歉 只不过这一切已经太晚了 男主这边也打起了退堂股 他真的爱上了星光 不想再利用它了 提出了退队 屠夫是大发雷霆 指责跟超人类谈情说爱 就是与虎谋皮 就在此时 男主的父亲打来电话 里面却传来了火车头威胁的声音 马上回家 否则后果自负 这一看就是全员暴露了 所有人都惊慌的自查个人信息 屠夫家中的摄像头 显示有不明人员进入过 母乳的银行账户已经被冻结了 屠夫暴跳如雷 不过母乳比较冷静 星光从来没有见过他的面 不可能是他背叛了大家 如果有谁见过所有人 然后又会出卖我们的人 那只有超感侠了 赶紧过去算账 幸亏之前 偷偷在超感侠身上 塞了跟踪器 很快就找到了 二话不说就是一顿海扁 超感侠也是倒霉 出卖了信息 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加上无力职又不行 只能连连求饶 通过身体接触 还读取到了屠夫 身陷妻子失踪的事 赶紧提出自己可以帮忙出力 然而屠夫并没有惯着他 直接下了死手 如果让这种人了解到了自己的内心 那肯定会再次出卖自己 那将会带来更大的伤害 记忆一下子回到了八年前 屠夫的妻子贝卡 刚刚出任沃特集团 数码营销部高级入管 就带着老公来参加集团举办的圣诞派对 夫妻俩在宴会上疯狂的撒着狗粮 这个时候 祖国人彬彬有礼的出现 对着贝卡一通夸奖 可是屠夫却升起了不祥的预感 没想到几天后 中进局的马洛里探员找上了门 播放了一段监控录像 上面显示妻子跟祖国人一起进入办公室 三个多小时后 他衣衫不整的走了出来 情绪似乎很崩溃 之后没过多久就失踪了 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可能 那就是沃特集团为了掩盖丑闻而杀人灭口 这也直接导致了屠夫为了复仇不顾一切 另一边 秀一为了救父亲赶回家 他明知道打不过火车头 早做了准备 一见面就掏出了一只五号花贺物 这个东西对火车头来说相当于毒品 一看见就两眼发直啊 秀一联忙谈条件 我有一大批这种东西 只要放了我老爸 其他的全都给你 为了继续保持最快男人的记录 以及现有的荣华富贵 火车头当然是答应了 就在这个时候 亚洲妹从背后悄悄潜入房间 狠狠的敲断了火车头的腿 与此同时 母乳也将家里的亲亲老婆和女儿 接到基地保护起来 虽然屠夫可以不顾一切 但是也不忍心牵连几个好兄弟 以及他们无辜的家人 是吧 终于做出了妥协 联系上了中情局 交出所有证据 换取官方的保护 很快 中情局传唤沃特集团的副总裁 要求合理解释五号化和物的问题 并且立刻撤销超级英雄 进入国防系统的法案申请 否则就会公开所有证据 到时候 你这个集团不仅股票大跌 还会面临民事诉讼 以及刑事指控 与此同时 地球的另一边 美军的一队海豹突击队 在大马士革抓恐怖分子 突然遭到了强烈的反击 这个反击者全身发出烈焰 瞬间消灭了整队人马 而他自己却安然无恙的 从活海中走出来 显然 这是沃特集团制造的超人类恐怖分子 那么就只有沃特的超级英雄 才能制衡 在这种局势下 官方也只能依靠他们防恐 加入国防部的法案 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视角回到男主秀一这里 他终于等来了女主的电话 哪这一见面 就要将他扭送到警察局 因为男主杀了隐形人的事 连他都知道了 如果被祖国人抓住 只有死路一条 那还不如走正规法律渠道 兴许还有一线生机 可是警局也不安全 修医干脆一不做二不修 将五号化合物的相关阴谋 全盘托出 包括你和那些超人类 都是药物制造出来的科学怪物 你知不知道啊 星光一听是震惊不已 就在愣神间 屠夫突然出现 然后带走了修医 星光虽然不怕子弹 但是也疼得无法发力 加上也不想对心上人动手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逃走 但是刚才的一番话 让他对自己的身世 产生了怀疑 马上回到家里 向母亲求证 一再逼问下 对方说出了实情 原来母亲一直都很爱慕虚荣 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成为人人瞩目的超级英雄 于是乎私下同意了 沃特集团的实验 将他改造成了超人 此时的星光极其失望 没想到母亲为了个人的梦想 竟然让他去做实验品 这个世界还有谁可以相信呢 另一边 祖国人假惺惺的帮军方端了一个恐怖组织基地 又假装搜出了一份五号化合物的复制品 副总裁立刻拿着这个复制品交给了国务卿 表示是恐怖分子窃取 并仿制了我们的药剂 自行培育出来的超级恐怖分子 跟我们沃特集团不搭尬 这一听就是借口 这个世界搞恐怖主义的地方 那都是贫穷落后的 就他们那个文化水平 连个王老级都访不出来 还访你这种高级药水 但现在的问题是 超人类恐怖分子 军方确实对付不了 只能依靠超级英雄们 美国政府也不得不低头 不仅封锁了五号化合物的所有消息 还通过了沃特进入国防系统的法案 而黑袍小队则以杀害隐性人之名被通缉 中情局的副局长对此也是无能为力 只能建议他们赶紧逃命 可是屠夫仍然不想放弃 称自己还有一张王牌 近头一转 他带着秀医来到郊外一幢别墅 见到了传闻中的原中情局探员马洛里 这个干练睿智的老太太 就是黑袍小组的创始人 然而随着孙子的惨死 当年干犯沃特集团和超人类的雄心壮志 早已化为乌有 也不想再昌和到这个危险重重的行动中来 但毕竟也是自己组建的黑袍小队 直接导致队员们如今还身处于危险之中 他很愧疚 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那就是祖国人对着副总裁马德林 有着极其特殊的感情 可以从这个女人下手找出她的弱点 屠夫深受启发 有了个新的计划 刚回到旅馆门口 就发现坊间窗户是新装的 门前的小路还有刮痕 停车场里有一辆黑色香氏货车 这手法看来是沃特通知联邦调查局来抓人的 他赶紧载着修衣来到一处偏僻的场所 更换了车牌 但是仍然只想着干掉祖国人 没打算先救队友 拦主看到屠夫这么自私 决绝地表示要分道扬镳 然后直接去找星光帮忙 他相信这个女孩心中仍然心存正义 一番真诚的坦白局 星光很受触动 但还是拒绝的 毕竟自己也是七人组的其中一员 背叛组织不仅搭上职业前途 再加上跟阿祖的实力悬殊 几乎没有胜算 晚上沃特集团总部举办酒会 庆祝跟国防部达成了协议 女主穿着性感的新战袍 跟一名高官逢场作戏 试图融入到这种职场规则中来 但是最终还是无法接受这样谄媚的自己而呕吐 梅夫女王看出了她的本性 又说起了自己的自传 当时你嘲讽说是瞎编的 其实并不完全是 年轻时候的她这一感爆棚 的确是为了救人而折断过手臂 只是常年累月在职场规则的搓磨下 渐渐失去了追求正义的勇气 希望星光不要成为另一个自己 这番话说完 让星光又燃起了斗志 另一边 国防部已经批准了美联向沃特集团支付400亿 作为雇佣超级英雄的经费 而搓成这次成功的大功臣 副总裁马德林受到了老板的嘉奖 拿了不少的分红 还成了新的集团接班人 那叫一个新话路放 这个时候 足国人走了过来邀功 言语中啊 是他私下 让火舌头将五号花河舞 送到世界各地的恐怖组织里 制造出了超人类恐怖分子 这才让集团的危机解除 计划得以实现 所以现在是不是也该获得点嘉奖呢 副总裁对阿祖的小心思是心知肚明 像以前那样喝奶肯定是分量不够的 当即给予了肉体上的奖励 为了表现他对阿祖的呵护 又故意提起屠夫老婆贝卡的往事 当时这个事件之后呢 贝卡怀孕了 不过胎儿流产之死 没告诉你 是怕你担心 知道吧 足国人一听 心里一沉 哎 不对啊 明明博士说孩子是自己撕破子宫出来的 没过多久就死 你们俩说法有点不太一样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男主这边下定决心 要跟伙伴们同声共词 一个人回到了旅馆 毫不意外的被抓了 这种仗义之举 让法国佬和母乳非常感动 任母乳上线狠狠的亲了一口 感谢他用了最没用的办法来拯救自己 秀姨这才说出事情 其实自己有备而来啊 事先在牙床上连那个牙齿矫正器 只要拿出里面的金属丝 手工大师法国佬就可以撬开牢门 大家就能跑 只不过取出矫正器的时候 很不好办 还好母乳的办法最简单有效 撬开锁 几个人在一间监务室找到了被麻醉的亚洲妹 正要营救 被守卫发现了 法国佬受了伤 几个人被火力压制在矮墙后 无法露头 本着不抛弃 不放弃的原则 母乳奋不顾身的冲了出去 法国佬指挥着完全不懂枪械的拦主 献血先脉 端起抢过来的枪打着掩护 在这种蹩脚的配合下 母乳竟然成功的背出了昏迷的亚洲妹 而秀姨的子弹也打光了 这次插翅蓝头 突然一道炫目的光芒闪过 守卫们全都被震飞了 穿着旧战袍的星光 站在了大家面前 他终于决定做回自己 要做一个出枪扶弱的超级英雄 大家刚准备离开 火之头又出现了 原来他害怕被沃特集团抛弃 不顾哥哥的劝告 再次注射了大量五号花合物 让折断的腿骨迅速愈合 然后跟踪女主致死 两个超人类下路相逢 必有一番恶战 女主让大家先撤 怕待会闪下大家的狗眼 只有修一坚定的要求留下来 同生共死 让人感动 俗话说的好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你的力量在刚猛 顶不住别人速度快 根本就伤不到火车头 封毫 就在蓝主修一 命悬一线的关键时刻 突然火车头心脏病发作了 颤抖的倒在了地上 这就是长期注射 五号花合物的恶果 蓝主明知道对方醒来 会杀掉自己 还是准备抢救 要求叫救护车 星光被这种善良的品质感动 决定自己留下来收拾参局 让他赶紧跑 另一边 酒会已经结束了 副总裁马德林回到自己家中 没想到屠夫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祖国人也闻讯赶来 然而 他的身上已经捆满了炸药 屠夫晃了晃遥控器 以为这样就可以拿捏住阿祖 没想到阿祖反手 就爆出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跟你说吧 当初我跟你老婆那是两亲相悦 没有什么强暴 你不要自己麻醉自己了 接着阿祖突然向副总裁大发雷霆 认为对方一直用欢言巧语欺骗自己 其实只是把他当成一个达成目的的工具人而已 然后就用激光眼杀死了这个 一直视为母亲和爱人的女人 屠夫被这波操作整萌了 马上按下了遥控器 想要捅过于尽 随着爆炸声响起 他也晕了过去 不知道多久从昏迷中醒来 既然看到了日思夜响的妻子贝卡 和一个有着激光眼的小男孩 正平静的生活在一个隐秘的地方 是祖国人故意救他出来 为的就是让他亲眼看到这一幕 原来阿祖事后去深入调查 才知道当初的分辩母子平安 之后在沃特集团的安排下 隐居了起来 那个男孩就是他的儿子 如此看来 屠夫处心积虑 为爱妻复仇之举不过是一场笑话 在祖国人一家的团聚中 第一季就暂时结束了 这个结局可以说是意料之外 也是情理之中啊 黑袍救杀队 是一部典型的反英雄主义美剧 所谓反英雄主义 反对的不是英雄 而是绝对的力量 剧中的超级英雄们 代表着以沃特集团为首的强权 是普通人根本无法反抗的力量 一旦被滥用 就会为千千万万小人物们带来灭顶之灾 让人心生恐惧 而人们又只能看到那些超级英雄们 想让自己看到的一面 受到片面的长期灌输 成为了盲目的跟随者 当然啦 世间总有那么几个清醒的 他们感受到了绝对力量的恐惧 所以选择抵抗 于是就有了反英雄主义的表现形式 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 这个超感侠呀 有些面熟啊 他就是民造一时的童星 海利 乔 奥斯蒙特 之前我解说过他出演的电影 像什么人工智能啊 灵异地流感啊等等 在海利还是童星的时候 表演上的天赋十分亮眼 获奖无数 人们都很期待这个孩子长大后的成就 哪知道他还是没有逃过 大部分童星的宿命 越长越残 成就也是金飞锡笔 令人唏嘘不已 在剧中还扮演一个过气的超感侠 这个角色跟他本人的遭遇 算是十分的贴合 都是年少成名 长大后就平平无奇 应该是在影射现实中的自己吧 本剧目前出了三季 到了第一季结束 黑袍小组仍然遭到了沃特集团 乃至全国的通缉和追杀 他们该如何反击 屠夫发现心爱的老婆 给大仇人阿祖生了个大胖儿子 可妻子为什么不回到自己身边呢 背后还有什么秘密呢 后续故事依旧精彩 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 点一个赞支持一下 没点关注的赶紧点一个关注 可以及时收到我更多 更精彩的视频结束 感谢观看